建安二十四年,公元二百一十九年七月,关羽带兵北伐,包围樊城,水淹七军,祥于晋,展庞德,曹操一度想要迁都以避风芒,这应该是关羽最高光的时刻吧,资质通鉴,三国志在描述这段历史时,都使用了威震华夏这四个字,相当的有分量,曹操和关羽,算是老相识了,关羽的厉害,曹老板自然是晓得的,史书记载,曹公壮羽为人,然而,容满一生的 曹老板,什么样的对手没见过,怎么败了一仗就要迁都呢?此时的情况,难道比关渡之战还凶险?关羽区区三万人马,凭什么逼曹操迁都,就凭关羽是万人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咱们先来分析分析当年的整体形势,大家好,欢迎订阅巧看史记 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有些焦虑,其实只要是一个领导者,不管大小,时时刻刻都会焦虑,弱小的时候为了如何生存焦虑,强大的时候为了维系现状焦虑,对他们来说,焦虑是家常便饭,跟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这次焦虑,对刘备来说,显得非比寻常,因为他马上就要面临一场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或许还可以去掉之一,他刚打赢了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面曹操的胜利,尽管在后世,关于这场汉中之战的记载少得可怜,但是诸葛亮对此战的评价是,是穷率悔,仅能自脱,辱其风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司马懿也说,西武皇帝再入汉中,机智大败,有这两位后来留名史册的军事家,盖棺定论,想来曹操在此战中的窘迫,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 刘备焦虑的重点,是要不要趁势扩大战果,要不要一鼓作气,直接腥腹汗事,怀孕就多?幸福的烦恼,来得也很突然,其实这也不怪刘备,因为他这辈子,一直生活在东奔西走的困境中,东建史学家洗澡尺曾有言,先主虽颠沛显难而信义欲明,誓逼誓威而言不失道,这话当然是夸刘备为人有情有义,但是颠沛显难和誓逼誓威这两个词, 多半也是对刘备前半生的真实写照,所以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刘备不适应了,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刘备不知道不要紧,关羽知道,关羽不仅知道,还坚信龙中队中提到的机会就在眼前 而且既不可失,时不再来,龙中队中怎么说的呢?天下有变,则命于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晚,若,将军身帅一周之众出于秦川,那么刘备集团的上将是谁呢? 书,小国尔,名将为宇,那自然只有关羽拿得出手,天下有没有变呢?先不说曹操在汉中被揍丢盔弃甲,也不说汉太依令吉本与绍府耿迹,私职为恍等反就只说相反一代,东十月,晚守将侯因等反,直南阳太守,劫略利民,就在关羽眼皮子底下的晚成 被曹操集团牢固控制了十几年,都内不起火了,如果换成你是关羽,你会怎么认为呢?恐怕心里想的就只有四个字,天命在我 而相反战役,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破局而展开了,破得什么局呢?曹操集团独霸天下的大局,关羽,从古至今,毫无疑问的名将,而且是全能型的名将,笨无勇,与望见梁辉盖,策马赐梁于万众之中 仅凭这段在真实历史上发生过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关羽的武力就足以流芳千古,到了几百年后的魏晋南北朝 还有人把关羽当成是猛将的典范,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顿指挥能力,刘备与周瑜为曹人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以一己之力率领少量部队,在南郡之战中断绝了曹人方面的援军路线,帮助孙刘联军顺利拿下大半个荆州 以及重镇江陵城,甚至关羽还是少数北方将领中,来到南方就可以直接率领水军的人物,先主自凡江南渡江,别遣与城传数百艘会降临,如果我们不带着上帝视角去看关羽最后被偷袭这件事 立足于京湘之战所爆发的那个当下,实在很难找到比关羽更适合镇守荆州的人,也实在很难找出京湘之战失败的可能 而历史最开始的发展,也跟我们想象中一致,关羽率领大军进攻襄阳和凡城,两个守将吕长和曹人被打得不敢出城,只能玩静作战 曹操很快得知LE这个情况,于是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命令于晋前左将军于晋都妻军三万人就烦,这三万人毫无疑问是曹军的精锐 而且率领这三万人的,又是素来以最好一众 持军严整著称的于晋,看来曹操是最了解关羽的,他很清楚,曾经作为自己克将的关羽,军事能力到底有多么强悍,一般的将领根本对付不了关羽,必须出动酒精沙场 同样也是吴子良将排行守卫的于晋,才有胜过关羽的可能,只不过,于晋还是那个于晋,可关羽的成长速度,比曹操想象中更加迅猛 如果说之前的关羽,仅仅是在战场的对垒和战术的使用上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能力,那么,在相反战役时的关羽,真正成长为了一名能够活用自然环境为自己的军事目的服务的至疆 他敏锐觉察道,此刻的相反地区,有一个天赐良机,会天临雨时于日,汗水暴矣,樊下平地五六丈,这意味着什么呢? 于晋所带领的七军,基本都是北方士族,对于南方的自然环境,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而恰好这个时候,曹仁为了让于晋所部躲避洪水,命令他们,仁时左将军于晋,立以将军庞德等囤返北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利用汗水暴涨的自然条件,遏制驻于晋所部三万人的撤退方向 再利用京湘士族擅长水战的优势,是不是就能够一举击垮于晋呢? 战机稍纵即逝,对关羽来说,抓住这一次机会,或许就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绩 于是关羽便命令麾下的士兵与乘船公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 于晋根本预料不到,关羽会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发起进攻,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 来自于北方的精锐力量,面对自己不熟悉的水战,毫无适从,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向关羽的京湘部队投降,而曹仁和吕长 在得知LE于晋投降的消息后,如丧考彼 这种多年以来曹操集团精心打造的核心战斗力 就这样,在一场自然灾害手中化为乌有 关羽的大名,也就此响彻天下 在所有对于关羽在相反之战的表现评价中 最为知名的莫过于威震华夏 这个评价,此后几乎成为了一流名将的代名词 当然,也有人会提出异议 凭什么说,关羽威震华夏? 水焰七军,不就是利用了自然灾害吗? 再说,相反之战的发生范围也就局限于相反一地 怎么就能威震华夏了呢? 这就要一个一个说了 首先,水焰七军的确有很大概率是利用了自然灾害 比如后汉书的记载说 24年8月,汉水一流,汉名人 三国志的记载是,秋,大林语,汉水泛移 但是自然灾害摆在这里,谁能够活用 谁就算是知晓天文地理的名将 同样是自然灾害,鱼禁不能用 曹仁也不能用 总不能说,关羽抓住时机反而是错的吧 战场上从来就不只有堂堂正正 春秋时期的宋湘公 在洪水之战中因为迂腐一笑千古 难道关羽也要犯同样的错误吗? 而之所以说,关羽是威震华夏 同样不算是过欲 在水淹七军后 关羽的声望到达了什么程度呢? 三国志记载 近祥宇,宇宥斩将军庞德 梁、甲、陆魂群道或瑶兽宇印号 未知之党 曹魏的荆州刺史胡修 南乡太守复方这种高级官员 同样也投降了关羽 宇宥浅别将为将军吕长于襄阳 荆州刺史胡修 南乡太守复方皆祥宇宇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整个相反大帝 四周遍布的都是跟随关羽的地方武装力量 而如果仅仅是相反地区发生这种动乱 曹操完全没有必要被吓得要迁都 曹公一袭许都以弊其锐 这个威震华夏给曹操带来的麻烦 在于曹操集团的内部 开始因为关羽的举动而感到害怕 例如当时的向国西曹苑魏讽 就想要给曹操的都城夜城来一个中心开花 讽前街土挡 又与常乐卫卫陈衣谋席夜 而当时的河南一带属于曹操的统治中心 同样爆发了孙狼之乱 民孙狼等因兴兵杀陷主部 作为叛乱 现已残破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意味着 因为关羽在相反之战中的胜利 让曹操的统治根基不稳了 换言之 就是让不少已经相信汉朝即将步入衰亡的人 重新看到了汉朝依然可能存在天命的事实 让这些人感受到 北伐曹操集团重新恢复大汉的荣光 依然尚有可能 而这种看似虚无缥缈的人心 甚至比战场上的胜利 来得更加令人惊心动魄 所谓的威震华夏并非只有战绩 而是因为战场上的胜利 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当然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 关羽最终失败了 汉王朝没有实现第三次光复 但关羽的失败 某种程度上 反而验证了他威震华夏的事实 因为对关羽的围攻 堪称曹操和孙权两大集团的全明星阵容 在关羽之前和关羽之后 都不曾有过这等盛况 曹操方面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曹仁 于晋 还有吴子梁将的另一位徐晃 付钱晃住曹仁讨关羽 而立毅将军庞德 直接被关羽斩杀 甚至于曹操自己 都考虑过亲临荆州前线督战 孙权方面 白衣渡江的吕蒙自不必说 老将韩当 蒙将蒋亲 周太 徐胜 以及在后三国时代扬名的丁凤和朱桓 这些人不管哪个 在东吴都可以说是响当当的人物 堪称是东吴的名将集合 一个人的水平 往往需要看他的对手 能够让这么多人围着自己 关羽的威震滑下 也绝对不含什么水分 而是实实在在的盖世无双 而关羽会被最终击败 也跟自己阵营中除了内鬼有很大关系 于是蒙令顾其都位于藩 为书说人 为臣成败 人得书吉祥 弥方成手 蒙以仁世之 方遂开门出降 倘若不是富士仁和弥方两个人阴谋叛变 关羽战果也许不一定能全部保持住 但是至少不会落得生死呈现的结局 所以 如此多的名将 还要靠了对方内部出问题 才能击垮对方 关羽的能力和这份威震滑下的气魄 当之无愧的前无古人 之后的来者 也寥寥无几 而在关羽死后 他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 也绝不仅仅只因为他身上流传的那些重情重义的故事 更重要的也是在于 关羽可以说是汉末三国时代的头号名将 他在自己人生最后一场战役中所取得的成就 也许只是如流星般闪烁 但是却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 相反之战 作为最有可能改变三国历史的大战之一 在之后 的确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三国历史的走向 获取荆州的孙权 实现了自己偏哀异于的美梦 击败了关羽的曹操 终于可以在晚年放心离开人世 而刘备则在之后 为了关羽展开了一场豪赌 这场赌注 几乎输掉了刘备所有的筹码 使得蜀汉基本失去了统一的希望 而他的名字 后世的三国迷大多耳熟能详 那就是一灵之战 总的来说 关羽是实打实做到了威震华夏 其麾下的荆州军团 对于曹魏集团是颇具威胁的 然而世人历来只看结果 很少有人去注重事情发展的过程 于是在白衣渡江的背后 关于水烟漆军威震华夏的气势 便免不了为人所怀疑 感谢观看